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刚刚过去的复制 在香港解除防疫措施后首割长假期 进出香港游客 这几天都塞爆主要的口岸 而我们都不收书 安排了几天 回到大湾区几个主要城市 吃喝玩乐 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前往很近香港的地方 被誉为深圳最美城中村 水围 看看他们近几年的发展如何 很久没来黄江关口去深圳 可以有一些变了 是不是新起另外一个通道呢 记得之前好像说不知道要建什么 然后拆了以前旧的位置 出境大厅都是起前面去回香港 很顺利 终于到达黄江 现在我要去坐地铁 有个指示了 地铁 走回前面 看回这条天桥去坐地铁 不过不想后梯前有个电梯 经过天桥下来 看回地铁的指示 我们去坐7号先 看上去不太熟 转过湾就到 大约在口岸 走过来黄江口岸站 这里应该七八分钟 指示就很清晰 都很久没经黄江口岸站 过来深圳 很快到达黄江口岸这个地铁站 我们开支付宝乘车马 跟着就掃一掃就坐地铁 现在这个站不是很多人 过了 要逐了安检 好吗 来到黄江口岸站月台 我们要坐7号先 往西临湖方向 去复文 路前只需要一个站 上月台 我们找回D出口 我们要去大约 水围文化广场 看出口 金田路 D出口 出到来了 外面是金田路 我们一直走 去古井北街 刚才D出口 走出来 看到有间餐厅 真功夫 我们走到这边去水围 来到这个位置 看到水围文化广场 来到水围之后 我发现这边有些新楼 建了 之前有些都拆了 老地方 水围仪街 这里还有很多餐厅 如果大家来水围没吃 都很多选择 我比较喜欢水围的城中村 我觉得设计都蛮漂亮 有多东西 来到水围好像蛮舒服 大家不知道 喜不喜欢这些 叫城中村 这些小区 其实最重要 这里有东西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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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 古井北街 整个辣都是餐厅 应该很多香港人 过来这边吃 因为听评论 说 水围一带 都很多香港人过来 吃饭 继续 我们在水围 现在这条古井北街 周围走走 看看这里有什么走 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美团的外卖车 上楼有个美团数码 有什么单车 我们可以踩的 我可以踩的 我有账户 我有账户 我可以租给你 你踩的 这里有很多车 不知道有什么 单车径 可以踩的 我先走一下 好吗 在这里 这边 这边 他们有个叫做 1368文化 什么文化街 找一找 可以去那边走走 看看是否这边路 好吗 这些水围街道 我们就一面走一面 说 想找回那条 有个地方叫做1368文化街 拆掉什么名字 看一找 破对面马路 这边是否过来 深圳的城中村 是否觉得好舒服 这里水围规划都蛮好的 因为可能近这个关口 所以其实很多香港人 过来这边玩 行这些道路都小心 因为很多 城中村有很多车 还有外卖车 看到这间金桃牵海鲜酒隔 在大众典评 也挺有名气的 原来在这个位置 你也看到这间竹肉城 走得累 进去 洗脚都不错 找到水围七街 前面有一间八合里 打边炉状 我们找到水围七街 再拍一拍 这里是水围一街 这些餐厅 难怪这么多美团外卖 这里真的有很多餐厅 看回这间八合里 都有 一二三 四层 加上地下四层 还有天轿波 来到水围之后 我发现周围 街道都干净 另外大大小小的餐厅 也有一个觅食的好地方 所以平时 那么吸引香港游客过来消遣 就是有这个原因 到达了 我们先进去 文化街应该晚上比较旺 不过我们就不到时间 晚上来 现在 入口走 看看有什么看 这些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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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口还没开 哦 这里 应该晚上旺一点 晚上的酒吧 餐厅 应该先开 先开 现在暂时 我们早来 未开 好我们又去走 小佬 未开 其实这条街 都是 好像城中村 在装修 接着又开些餐厅 大家不知道 喜不喜欢来这些地方 逛逛逛逛逛逛逛 我们早来 真的很多餐厅未开 大家如果来 1368文化街 记得晚上来就最好了 晚上吃完饭 又回香港 或者深圳住一晚 也不错 看看这边 前面有部车 应该是地标 小弟 前面有部车 应该是地标 没有来过 1368的地标 这部车 我先到处走 看看 太早了 那些餐厅未开 不过都拍下 给大家看 在丰文宅走过来 也很快 10分钟左右 到这里了 水围1368 应该周围 上面是住宿 下面就 餐厅 商店 晚上非常漂亮 水围1368文化街 这几个数字 代表什么呢 其实就是 代表水围建村的年份 1368年 它现在 超过600多年的历史 好 现在走一下街道 看看这里有什么吃 这里有一间西餐 跟着有些蛇肉粥 跟着这间什么 都是西餐 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 这边 日头未开 咦 这里有一间什么 真的很多东西吃 这个是萧美 另外这里 这间 九州盛会 应该是酒楼 一直走 一直走 它里面 都有些街道 都是有东西吃的 像酒吧 餐厅 刚刚经过这个位置 这是家乡风味的餐厅 很厉害 都拿过奖 很厉害 吃什么鸡 这是什么鸡 石旗 杂食鸡 有没有吃过 这种鸡 好 继续走进去 看看这个位置 有什么鸡 走到中间 这里 应该这里设计得最漂亮 上面都有餐厅 由刚才这里走进来 这里的地方真的很干净 这间是否吃羊的 应该是 黑山羊火 店铺还没开 都是时间上早 现在都是11点多钟 沿着楼梯上去看看 有什么看 上面应该都是餐厅 不是餐厅 不是餐厅 应该是上面 其他餐厅的那些 露天位 除了餐厅 这里有很多酒包 凌晨开到也很晚 不知道 住在上面的人会有好吵呢 为了像文化街走了一圈 我发现这里 都是以騎楼式的建筑设计 加上空中彩色的灯爐 再配下中西式的时尚餐饮 果然就是最美城中村 好 整条136百民百區 就在这几栋楼的后面 大家如果到达水位行 記得到这下 旁边逛一里 再回一天 好了今集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